各位網友 大家好 今天就是8月19日 星期三 這兩天都沒有錄到視頻給各位 因為這兩天都比較忙些 還有我要做一點點 research 才可以講這個頻道 今天講的話題就是英國中學的種類 這方面很多香港人或者BNO想來移民的香港人都很想知道 其中一個話題大家都很想清楚為什麼會有這個 我首先講一講英國有兩種學校 第一種是私校要付錢的 第二種就是政府的學校 政府的學校 我要遲些再找多些資料 看看BNO過來英國的香港人 和免費教育 我今天會講 今天首先講一講 就是Fundpaying School 這個就是Fundpaying School 這樣就對了 Fundpaying School 有Public School 為何有Public School 為何有Public School這個名字 而這個名字 事實上 因為從它的字裡面的意思 令到很多人很招頭 為何Public School又要付學費 而且還是這麼貴的學費 很多人都為了這件事問過我 其實我之前都是一知半解的 現在用了一兩天的時間 我做了一個research 現在足於明白了 Public School這個學校的來游 是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中世紀末 希望大家知道 那時候 無論是中國好 歐洲好 所有的教育 都是私人制度 所有制度是私人制度 他們進行的教育 就是在自己家裡 自己的castle 自己的大宅範圍裡面進行 他們怎樣進行呢 就是請一個 有知識的學者 回來教他們的小孩子 如果你有看過 一套戲 叫末代皇帝 普怡 你也看到 普怡 是在英國 請一個老師回來 教他 天文地理 數學 英文 語言 一個 一對一的形式 教他 那時候 英國 歐洲 都是這樣的制度 請到學生回來 在家裡讀書 在家裡住 教他們讀書 所有的皇室貴族 有錢的人 都是這樣做的 那時候 學校制度 基本上是沒有的 但是呢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貧富大眾 或者沒有那麼有錢 的人 就沒有教育 那就不行的 那時候的政府 那時候的統治者就說 我們要做些事情 做些什麼呢 就是 透過教會的慈善團體 就辦學了 那時候辦的學 明正言順 是真是叫做public school 因為他是接受 外面的學生 來受這個教育 那時候那個 學校的形式 規模都是很小的 可能一百幾十人 就是教會來做的 那教會 找這一班 小孩子來讀書 那他們也有個門檻 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讀到的 那他們也有設一個門檻 設得多高 因為他 小人不能夠讀 所以他設那個門檻 也很高 那些人就去讀 讀了之後 讀了中學之後 就會沿著這個 教育的途徑 就會去一些有名的大學 當時英國也不是很多大學 老牌大學 Cambridge Oxford Durham Bristol 這些有名的古老大學 隨著這個途徑 就會入到這些名牌大學 所以這種學校 在當時來說 叫做 Public School 也是一個 低下層向上爬的一個 程序 當時因為 中男輕女 很多 絕大部分 我想是差不多100% 都是男性 來的 OK 這樣 之後 一直進化下去 這樣就 在家裡 請人回來 教自己的子女 那種模式 就漸漸被淘汰 而 Public School 的制度 就越來越發展 越來越大 有錢的人 皇室 貴族 就覺得 School 這個制度 挺好 然後把他的子女 就由 私人 在家裡教育 搬去 Public School 變相 Public School 就由 大眾化 變成 貴族化 有錢人 就把錢放在 Public School 資助教會 扮學 所以 變相 就把 Public School 轉為 做 皇族 貴族 有錢人的教育 機構 但是當時 那個名字 仍然沒有改 仍然叫做 Public School Public School 到十八 十九 世紀 接著 政府覺得 這個教育制度 有利用價值 將他們所有的 官員的子女 甚至乎他們自己 Upper Class Ruling Class 的子女 他們訓練了出來 英國的學生 理所當然 進入了 英國的 政府 統治架構 裏面做事 也是一個 叫做 Public Service 的 一個 Ti Cup 帶他們 進去 High Run 那些 Officers Minister 財政司 報政司 政務司 警察首長 軍事 將領 General 司令 全部都是那些 那些 Public School 在英國 就變相了 是 皇室 貴族 有錢人 的教育 機構 19世紀 末 因為 英國殖民地 例如香港 新加坡 印度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那些 Ruling Class 的子女 亦都 很自然 去了英國 這些Public School 讀書 回到 那些殖民地 亦都成為 當時殖民地的 重要官員 統治英國殖民地 政府 所以 這些Public School 就是培植 英國殖民地 官員的一個 機構 英國的Public School 基本上 現在都不是很多 而叫Public School 英國人 都知道 這些Public School 給那些 最尖子 有錢人 黃族 貴族的人 讀書 的地方 的學校 我講幾間 英國的貴族 學校 Eton Eton 就是Prince Harry Prince William 讀的中學 David Cameron 英國前首相 卡梅倫 Winston Churchill 那些全部都是 名人出身的中學 這些全部都是 名人出身的中學 這樣 Public School 就有 譬如 我講幾間 聽 Eton Margin Tyler Winchester Harold Kings 那些全部都是Public School 收費很貴 多數都是 寄宿學校 很少很少說有 Date School 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 用Public School 傳統模式 培養 英國的統治架構出來 所以 每個人 基本上說一句話 就叫做 全部都是那些人 這就是英國的Public School 的來源 Independent School Independent School 和Private School 就是很明顯要付錢的 Grammar School 就是Public School 一個副產品 因為 Ruling Class 要了Public School 來幫他 培養一些重要的官員 政治家 商家 銀行家 其他 教育以外的 School 就叫做 Grammar School Grammar School 是一個 比較上 古老的名字 在下一段 再講 多謝各位